Hello 大家好 我是Chill老師 很高興大家來到我的IH的講座 首先我們先謝謝台中的張先生 張永蕊張先生 他順我們一句話 多熱心一點 哪怕窮熱心 我們大家謝謝張先生 再來是我的IH的目錄 首先一開始我先簡單的做介紹 並且說明為什麼我會加入國泰加入金融產業 以及我在金融產業的公司以及部門 然後再來會帶到我的工作內容 以及我的工作的日常生活 並且會說到我在工作上 遇到一些成就感以及挫折 我認為應該要有什麼樣的技能 以及特性的人是比較適合的 再來就是我的職位 未來會有哪些的發展 並且會給予一些新鮮的人會有什麼建議 然後最後就帶到我的經驗 以及我的心得以及收穫 OK 首先我覺得城市是最接近魔法的藝術之一 OK 那什麼是魔法呢 好 像我每天在用的魔法就是Google Map 因為在Google Map上它可以幫我做到導航 甚至公車轉成 然後並且幫我找出最佳解 這真的是讓我覺得非常的貼心 然後也是真的可以幫助世人的一個應用 對 所以對我來講城市是最接近魔法的藝術之一 OK 好 首先這是我的IH海報 好 而我自己的最高學歷是長根治管所 在這邊我要先謝謝我的指導老師 因為他授予我授予我知識 然後並且給予我正確的人生官報 帶到正確的道路上 不然我到現在還是個經濟之外 所以我覺得全對指導好的指導教授 真的是會帶你上天堂 而我不管是從學生時代 然後一直到出社會工作 我一直以來都是從事亂體常觀的 所以我一路以來都會始終如意 我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呢 我自己是想要成為一個對世界上有幫助的人 就像九把刀的電影裡面一樣 我希望這個世界因為有我的存在 而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最後為什麼我會加入國胎呢 如同前面所需 因為我覺得科技跟金融的產品 它是可以真的是幫助世人的 對然後我也想要運用我城市的專長 然後來達到這樣的魔法 所以我選擇加入國胎 OK 接下來我會介紹我的產業 OK 首先在金融產業 近年來已經跟科技有越來越多的結合了 所以我自己覺得在金融產業的科技人才 未來只會需求越來越大 Fintech這個字眼是大家最近非常常聽到的一個字眼 然後現在其實他們有一個很明確的定義 而我自己對它的定義就是說 只要我科技跟金融的結合 其實都算是一個Fintech的應用 而這邊舉兩個例子 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Transferwise 在以前的時代你可能要做跨國專張 你可能需要到試題應用行 然後填寫非常多的資訊 然後並且要經歷一個可能兩三天 然後再付高額所需費 然後才能匯到對方的戶頭 對然後這一連串的 這一連串的動作其實成本是真的非常的高的 而現在就有一個Transferwise的例子 它的概念就是說 假設A想要從台灣回100塊美金到美國 B想要從美國回100塊的美金回台灣 那這時候其實只要讓他們兩個帳戶 就互相轉帳 然後就不用再透過中間的流程 然後Transferwise 就是在中間收取一點手續費 然後就可以達到 達到節省時間的效果 而這應用是我非常喜歡的 第二個例子就是所謂的路徑鎖 它是做一個P2P的信貸平台 再早期假設你手上有限錢的話 你可能就是需要去投資股票或是基金等等的 而現在路徑鎖它就是 有建立一個這樣的平台 然後假設你手上有限錢 你就可以把錢放到路徑鎖這個平台 然後路徑鎖會幫你的錢 然後去借給有需要的人 然後並且路徑鎖它本身也會擔任一個 中間擔保人的角色 所以對於借方的錢你不用擔心會不會不借 那這樣借方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將你的錢有效的做利用 然後可以去進行投資 那我自己覺得在台灣這邊的未來趨勢會是什麼呢 我自己覺得大概13個 第一個就是行動支付 第二個是智能理財 第三個是數位銀行 以行動支付為例 就是以台灣現在行動支付的比例 其實還是算比較低的 就是大家可以參考大陸的微信支付 它已經跟生活是很緊密的綁在一起 甚至你出門都已經不用帶錢包 只要帶一個手機就行了 所以我覺得台灣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接下來就會說 我現在所處的公司也就是國泰 我覺得它是一個翻轉中國大叔 那我自己是怎麼看待國泰的呢 首先我覺得國泰它是一個產業龍頭 在台灣每兩個人 就有一個人是國泰的用戶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龍頭 第二個它資源很豐富 那我們資源怎麼豐富呢 因為我們基本上每個禮拜或每兩個禮拜 就會收到公司的一些全員的課程 那這些全員的課程它有可能是基礎 有可能是金融相關 有可能是產業知識相關 甚至是管理課程等等 這些的課程都是有的 然後都是非常歡迎通常人們去上的 再來我進來國泰之後 我覺得國泰真的是一個 非常會打團體戰的一個公司 舉例而言的項目 可能我在工作上有遇到什麼問題 我打電話詢問其他同事 他們都會很願意的放下手邊的工作 然後來協助我 然後並且跟我一起去解決這個問題 真的是讓我感到非常貼心 接下來會說明我的辦公室在哪邊 OK 首先我的辦公室是在國泰金融中信 也就是在信義區 OK 那這是從我們辦公室看出去的view OK 那很幸運的我們可以直接看到101 所以在跨年的時候 我們可以直接在辦公室就看煙火 不用出去認幾人 再來就是我們辦公室裡面的狀況 大家看到這一頁一定會想說 哇這應該是新創公司吧 沒錯我們就是國泰裡面的新創公司 因為我們部門的理念就是說 希望走新創風格 然後讓大家溝通彼此的快一點 所以我們連狀況都是新創風 所以就是大家可能會覺得它跟一般印象中 金融產業辦公室那種偶爾格板 是有很大的差異的 OK 那這是我們的視訊會議室 OK 連視訊會議室我們都是很新創風 然後就是有放個沙發在這邊 希望大家可以用比較放鬆一點的方式 然後去跟大家開會討論東西 然後可以激發更多的想法這樣子 這邊是我們另外一個大的沙發區 大家中午也可以在這邊休息 然後並且也可以大家在這邊開會 討論一些工作上的事務 OK 再來就會說明我們公司有哪些福利 OK 好 首先在我們辦公室旁邊就有Hooters 那下班之後其實 下班之後就可以大家一起去小桌一下 OK 再來第二點就是外語補助 因為在我們公司是非常歡迎員工 利用下班時間去做一些外語的進修 對 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有自我提升 所以公司有這方面的補助 OK 再來第三點是社團部分 我這邊以運動性社團為例 我們公司就有瑜伽社 健身社 游泳社 像我自己就有參加健身社跟游泳社 OK OK 那在國泰這邊也常常會辦一些很有趣的活動 OK 以這張來講 它就是寶寶帕行大賽 那就是 就是公司員工都可以開來自己的寶寶 然後來參加帕行比賽 OK 那再來就是一些辦公室的小確醒 OK 像我自己的辦公桌 它是一個升降桌 它就是可以 可以 用電動的方式去決定你的桌面要升高還是下降 對那有時候在你工作比較累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桌子升起來 然後用站著工作的方式 增加自己的工作效率 OK 接下來就會說到我的部門 OK 那像 如剛剛前緒 我部門就像是國泰裡面的一個青春公司的感覺 OK 我的部門 全名叫做 數位基數據發展中心 簡稱素素發 OK 我們想要做的方向就是 所謂的金融跟科技的結合 也就是做fintech的方向 這邊 這邊舉給我們產品的部門為例子 OK 這是其中一個產品 叫做國泰優惠 它要做什麼呢 在早期 假設你想要查詢 你自己的信用卡的紅利點數 然後並且想要消費它的話 其實都是非常繁瑣的 你可能要經過十幾個步驟 然後你才可以把你的紅利商品 然後兌換成禮券 或是真的實體的商品 OK 那 在國泰優惠的app上面 其實你只要登錄之後 然後 你只要點選 你想要兌換你的商品 就可以直接到該店家去兌換 以我們現在合作店家有非常多 像是 像是最常用的應該就是7-11 對 然後我自己也會很常去換查一代來吃 然後在產品的經營上面 我們 部門也有 有一個小編的這樣指缺 然後他也會在粉絲群上 用一些比較酷熟的方式 跟粉絲進行互動 OK 以右邊那張圖為例 他就有天他突然PO 我好不想上班 結果他小時候就真的沒來上班了 那當然是開玩笑 他小時候只是休息而已 OK 好 再來 因為我們是走一個很兇風 所以我們的 團隊的組成是非常多元的 也就是說 大部分其實都不是金融背景的 像我們公司裡面的成員就有 從Google來的 或是從遊戲產業 從Yahoo 然後經理 甚至直播也都有 就是 組員真的是非常多元 對然後 再來我們的團隊人數也非常多 然後現在也一直在持續的擴大中 OK 接下來就會說明到 到 我的職位工作內容 而我指稱叫做技術組長 技術組長 可能會比較抽象一點 大家可以想成 自身工程師 或是技術的leader OK 首先 我有一部分的工作內容 我是需要進行 進行面試 OK 首先在 我需要面試哪些東西呢 主要是針對他的技能 以及他的精力 去做一些考核 然後一起成樂 對然後最後 跟他做一些 跟他做一些對談 或是討論 然後判斷這個人的風格 是不是符合我們團隊的 對 因為我們團隊是比較 新創風格的 對 所以他可能是 可能是想要安逸的生活的話 可能會不太適合我們這邊 OK 那 除了面試以外 其實在 一個人從面試到進來 其實還有考慮到很多因素 像是選用預留 就比如說 一開始我要選擇 我想要什麼樣的人 並且他進來之後 我要把他放在什麼地方 然後我需要培養他什麼技能 讓他可以獨當一面 對然後 在最後就是 要給他 要給他有所成就感 讓他可以持續留在公司 然後跟公司合作打拼這樣子 OK 那再來就是我們在工作的項目上面 我們是怎麼去管理的呢 我們是使用一個 叫做看板的方式 也就是把工作項目視覺化 以這樣圖為例 我們就可以把工作的狀態 然後分成很多個欄位 然後把工作項目用變異貼 貼上去 OK 然後一旦工作 工作的狀態有所改變的話 就可以立馬去移動這個變異貼 那其實就可以用螢幕了完 就可以知道 現在用哪些工作已經完成了 那些工作還沒開始做 然後跟以往用email的溝通的方式 還有 直接自筆抄下來的方式 其實有很大的差異 好 那在我們這邊的 出版本管理的方式 我們是使用解釋開發 然後英文叫實況 OK 實況這個單字是什麼意思呢 它就是感染球中徵求的這個意思 好 在以往一個專案從無到有的交付 它的生命周期是非常的非常的長 可能是半年一年甚至兩年三年都有 OK 那最可怕的就是在於說 可能過了一兩年交付給使用者 使用者還跟你說 你做出來的東西根本不是我想要的 對 那你這兩三年時間根本就是浪費了 而在實況的觀念裡面 他們 它的觀念就是說 它希望透過短週期的持續交付 然後來讓使用者去驗證 而短週期是多段呢 一般來講是一週到四週 而我們公司是一個週期是兩週 然後最後就是 我還需要做一些專案規劃 然後以及實際下去寫程式的這種狀況 對 然後專案從無到有 其實它經歷非常多的階段 從一開始的 天馬行動的想法 到需求釐清 介面設計工程師做 驗收測試 然後上限維護等等 它是一個非常繁瑣的一個流程 OK 那 在我們公司就有一個所謂的 H101 然後就是用積募的方式 然後 還去教導大家說 一個專案從無到有 他可能會經歷哪些歷程 對 然後我在H101 然後我們講是 一開始就輸一個考題給我們 他就說 我想要一隻龍 OK 那這時候 這時候大家一定不知道 它是要酷石 還是要噴火龍 還是要什麼龍 還有兩隻腳 四隻腳 它要不要什麼顏色 這些都不知道 所以在過程中 你就一定要 一直跟它做所謂的需求離心 就要一直問清楚說 喔 原來它要四條腿 然後它要一個尾巴 它要一堆翅膀 OK 但是在 在 在拼這個恐龍的時候 過程中一定會遇到很多的意外 比如說 你要跟別組成員去 去搶奪他們的積募 對 然後或是做到一半 講師它會有需求變更 舉例而言 就比如說 喔 我現在這個噴火龍 我想要噴出來的火焰是黃色的 然後我想要它的翅膀是黑色的 對 然後甚至它會說 我還想要再一次小小肯龍 對 然後就 就一直經過這樣反覆的需求缺 然後一起修正 然後最終做出使用者想要的東西 OK 接下來就是說明 我在日常生活中的工作會有哪些呢 首先我每天的行程會有什麼 在一開始 我們每天早上都會在固定的時間裡 以及固定的地點 然後大概花個15分鐘 團隊的成員就會去互相think 我昨天做了什麼 今天做了什麼 以及我遇到什麼困難 需要誰的協助 然後藉由這樣快速的daily think 然後大家可以知道彼此的進度是什麼 以及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對然後 那一旦結束這個會議之後 然後就會開始一日馬農 然後也就是開始寫程式的生活 OK 那如前面所需 我們這邊一個週期是兩個禮拜 那兩個禮拜到我們會做哪些事情呢 首先第一個就是領域會議 每兩個禮拜到 那我們就會請業務單位過來 然後開發團隊這邊就會去demo說 我們這兩個禮拜做了哪些功能 然後實際的demo給使用者看 然後使用者也可以即時的給予回饋 對那因為我們相信兩個禮拜 就可以即時修正即時發現 是可以減少很多成本級浪費的 OK再來是retrospective 它的中文名稱叫做回顧會議 就是每兩個禮拜 然後團隊的成員就會去寫很多便利貼 就是說 我每個成員都可以寫說 我覺得在這一個週期 我們團隊有哪些做好的地方 哪些做不好的地方 以及有哪些想法 並且說想要謝謝誰的部分 對 然後主持人他也會 也會足以地去探討 他們一張單子裡面的實際的意義 並且大家去討論說 應該要怎樣的改善 讓我團隊可以更加的進步 然後藉由這樣不斷反覆的過程 讓團隊更有相信力 然後更加強壯 再來就是 那我們要怎麼決定 我們下一個週期要做 哪些東西呢 我們這邊是 使用時光poker的方式 就是在一開始 所有的團隊成員都會先去做 都會先對工作項目做一個 詳細的了解 然後大家可以用 舉點數的方式 然後來代表 大家覺得這個工作項目的複雜度 以及時間是多少 然後用這種方式就會有別於 在過去用一個人說得算的方式 然後 因為這樣的話 討論出來的數字是 大家有所共識的 最後就是有brainstorming這個會議 OK 那brainstorming它的中文 可以翻譯成頭腦風暴 在我們這邊 我們會將成員分成好幾組 然後大家一開始會用 天馬行空的想法去想說 在我們產品上面 加上什麼功能 是真的可以讓使用者 覺得貼心真的覺得是非常好用的呢 對 那我們就會先去分組做一些設想 然後經過一定的流程去產生出來 比如說他會先去畫UI 對 然後最後再找使用者進行測試 對 那像我們這邊 比如說使用者進行測試完是良好 那我們真的是會把它進行落地的 OK 那再來就是一季的行程 通常一季的行程都是比較模糊一點的 但是大致上來說 在我們這邊我們就會去檢視手上的 每個專案的進度 以及它的能力的狀況 對 那假設這專案進度是比較落後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要加派人進去 對 那或者是尋求別的部門 甚至一些外包上的資源 這些都是有可能的 OK 那再來就是成就感以及挫折的部分 首先成就感的部分 在我剛進口胎的時候 其實研發團隊之後 我跟我主管兩個人 對 然後這樣就是從無道友把這個團隊建議出來 然後就很像 懷胎思越把小孩子生出來這個樣子 對 這個是讓我覺得很有成就感的部分 OK 那一旦團隊建立之後 那其實就要對他們做相關的技能培訓 對 那這時候就很像 可能從小孩子小學中 中學到大學等等 你在中間一定要給他很多的 的權力 然後想辦法給他很多的任務跟挑戰 讓他成為可以獨當一面的人 對 那這也是讓我很有很有成就感的地方 在一些比較挫折的部分 就因為在國胎的大家 其實工作其實都還算是還算是蠻忙的 所以假設你有一些大型會要舉行的話 其實你都要提前進行預約 不然時間很容易會巧不容 對 那這也讓我學到就是不管做什麼事 其實都要留一點buffer OK 再來就是會有一些法規的限制 因為像我們團隊成員中 可能常會有一些天馬行空的想法 但最終可能會因為一些法規的限制 然後沒有辦法去把這個想法落地 這是會讓我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 OK 那再來我覺得誰會是接班人呢 首先我覺得他一定要有強力的技能 OK 就是強力的coding的技能 因為我自己覺得強將無肉餅 所以身為主管他的技能 他的技能一定要是強的 像你底下的team member 才會努力的跟你學習 跟你跟進 OK 那再來我也覺得他需要為了這個團隊 所以他可以無私地去付出 將他的經驗所學可以 可以完完全全交給 交給底下的team member 然後讓他們成為一個 成為一個更強壯的人 更強壯的人 OK 第三點是抗壓性 大家都知道 在工程師裡面 大格要嘛不來 只要一來 就是來一大堆 對 那所以 你可能 常常就會看到工程師 是一個崩潰的樣子 OK 那所以 所以 我自己覺得工程師 他一定要有一定的抗壓性存在 然後並且在面對問題的時候 一定要可以冷靜地處理 OK 然後並且 身為leader 其實他也要知道 怎麼樣是對的 OK 因為我自己覺得 降帥無能 會類似三軍 所以 身為降帥 他前進的方向 是比速度更為重要的 因為一旦 他方向錯了 說什麼都沒用 OK 最後就是自我進修 因為 除了工作上的技能以外 其實 還很建議大家去 網路上學習 新的技術 然後甚至到一些數據去買一些 書籍來自我進修 OK 像我自己就很常去 天空數據 然後去買一些 新的技術書籍 然後來增進自己的實力 OK 那在我這個職位 我將來會有什麼道路可以前進呢 首先就是 可以往部門管理的 方式前進 OK 首先在這部門管理 你將來可能 不會只管一個技術部門 你可能還要再多管很多個 非技術相關的部門 對 所以在這邊 你的一些經驗以及經歷是非常重要的 OK 第二個是 專案經理 OK 那假設你對專案從無到有的這個過程 是非常有興趣的話 那其實這個質問應該是很適合你的 因為你必須從一開始這個專案的 設想 然後一直從無到有的建議 你要 你必須擔任一個 監督的角色 然後確保 才能出來的東西 是 是你想要的 OK 那最後一個是架構師 也就是 Altite OK 什麼是架構師呢 首先 以蓋房子為例 大家可以把工程師 想像成 實際去蓋房子的建築功能 OK 那架構師是什麼 架構師就是 去畫藍圖的這個人 OK 那 所以其實架構師 他需要有更多的經歷 以及經驗 然後 並且有更豐富的技能 這樣他才有 他才可以畫出 真的可以蓋出真正的房子的 一個架構 OK 那在這邊我也給予一些新鮮的 什麼樣的建議呢 首先 有很多新鮮的人 都會在網路上去問 我們該要選擇 什麼樣的程式語言呢 以我自己給的建議 我自己是會覺得 用木地倒向去選擇 舉例而言 就比如說你想要寫APP 寫網站 還是著達數據等等 不同的方向 那針對這些不同方向 去選擇 當下最火紅的程式語言 其實 其實我就OK了 OK 那我也很建議 一些學生在 在學校的時候 就可以先去練習一些程式的基本功 就比如說 你學習那個程式的一些基本觀念 對然後甚至還有一些 演算法的一些撰寫 對然後一些 實際Coding的一些練習 其實都可以去 Let's Code這個網站 上面做練習 上面有非常豐富的提醒 OK 那再來就是公司的選擇 我自己的建議是 必須先挑一個你有興趣的產業 因為這樣你才可以做得長久 工作才是開心的 OK 那 那在選擇產業之後 你要選擇哪些公司呢 基本上我覺得都是 透過人脈或是學長姐 然後去打聽這樣子 對然後去 去了解裡面的公司文化 或是做的東西 是不是你有興趣的 OK 那一旦進去公司之後 那我覺得第一步就是不管怎樣 都要先活下來 必須先搞懂 你們公司裡面的遊戲規則 因為假設一部活下來 其實說什麼都沒有 OK 那再來就是我的一些經驗的部分 OK 首先 在國泰這邊 內訓外訓的資源真的非常豐富 OK 內訓前面就已經講過了 OK 那再來就是外訓的部分 OK 外訓部分只要是跟工作或是自己相關 其實公司的主管都是非常歡迎你去上 OK 以這樣圖為例 就是 我有跟同事去外面上一個專案管理的桌遊 它叫做UI in the jungle 它的方式就是說 用桌遊的方式 然後去描述一個專案從無到有 會經歷哪些歷程 以及中間可能會發生很多的意外 然後用一兩個小時的時間 就可以讓你快速一個 就可以讓你快速了解一個 一個專案從無到有的生命週型 OK 那在國泰這邊有很多的team building 它主要就是想要 增進一些團隊的相信力 OK 像這個就是 我們團隊的成員 就大家一起去外面的料理教室 然後就一起做菜這樣子 OK 那像這樣就是會大家一起去玩雷射槍 然後大家互相施殺 OK OK 那在下班之後 其實有很多人也會一起去附近 就喝個小酒 然後就聊聊天 OK 那 在同事 只要慶勝的時候 那通常他都是會 會很慘的 OK 像 像我們都會稍微就 就二搞一下受刑 對 那 那在每次都要想不同的梗 那所以大家有什麼新的梗 也歡迎 也歡迎提供給我們 OK 那在同事的互動 我就是非常良好的 像在我們這邊 我們就上班是同事 然後下班是朋友 OK 像下班之後 然後我們都 常常都會聚在一起打 打手遊 然後甚至是打屁聊天 OK 甚至在 週末放假的時候 然後大家也都會一起聚在打麻將 對 那 像是玩玩桌遊等等這些都會 OK 然後一起 我進來國台之後 我有什麼新的以及收穫呢 OK 首先 我在金融知識方面 真的是有非常多的掌勁 因為 我現在 所做的專業 我都是跟信用卡 比較相關的 所以我學習到很多信用卡 的知識 就比如說 就比如說 我在什麼時候 我要使用哪一張信用卡 對 然後以及信用卡 後端的一些核心的邏輯 這些都是 在金融業以外 會學習不到的 OK 第二個 就是 我在這邊了解到 什麼叫專業 我後來對專業的定義就是說 專業就是要講 對方聽得懂的語言 因為我自己 之前都是在 所謂的軟體公司 所以 常脫口而出 就是所謂的 專業術語 那這時候 這個時候 對方就會像這支青蛙一樣 可能就會 完全聽不懂應該講什麼 OK 那 OK 那在這邊就會學習到 在我專業術語 要脫口而出之前 我應該要先考慮到 對方的所學 對 然後並且把它轉換成 轉換成百話文的這種方式 然後 讓雙方可以溝通 OK 那在這邊的話 我來 學習到其實改變 是需要時間的 OK 因為 因為 經濟產業是一個歷史非常 悠久的產業 它有它的一定包袱的存在 所以 可能在 非經濟產業前來的時候 你可能覺得 有很多是不合理的 但是它有它的歷史因素存在 那 那一旦你想要推動什麼東西 的話 其實你需要花一定的時間去醞釀 然後 並且去推動 對 因為推動太快 反而會造成反效果 OK 再來就是 不同的組織文化 OK 因為再來 國泰是一個有十萬人的組織 而我 而我之前只帶 可能大概一千人公司左右 而這時候會有非常不同的考量 因為在國泰部門 以及業務真的是 多到跟大叔的數字一樣多 而在不同的部門跟業務之間 它又有一定的關聯性 所以 當你想要 決定一個事情 或是 或是想要推動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你都要考慮非常的周旋 否則是會帶來反效果的 OK 以上就是我愛有學的講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